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就是我手上這個永鋒信用卡 到底在2022年下半年有什麼好用的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回饋率總覽 你會發現說其實永鋒銀行的信用卡在2022年下半年 有蠻多亮眼的表現 比如說有5% 6% 7% 8% 甚至最高125%的卡片都有 那你看這邊 我會有幾個方向 比如說我會跟大家分享自動加值用哪一張卡片 行動支付用哪一張卡片 交通通勤會用哪一張卡片的優惠 然後還有住宿 然後還有這個海外跟保險 其實永鋒卡大概4張到5張呢 這些東西都蠻好用的 我們就趕快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就是自動加值 這個永鋒大戶卡 它這個額外加碼5%的活動呢 它必須要符合幾個資格 比如說你需要有大戶的等級 然後你跟永鋒往來的資產呢 需要達到這個10萬元 那包括什麼台幣或者是外幣的活存訂存 ibrand 基金 share shares 或者是跟銀行端買的這個美股交易 其實都算是符合資格的 卡片下來之後呢 只要在超超裡面做消費 甚至呢 你去搭交通捷運 比如說捷運啊 然後呢 高鐵這個優惠卡可以進出的部分 這個自由座進出 其實都是符合這個自動加值有回饋的部分 行動支付8% 你看這個永鋒SPOT算說它的卡面 我個人覺得蠻醜的 但是呢 其實它的8%回饋很好用 這8%怎麼來呢 它有一%的這個國內消費回饋無上限 再來是2%的任務加碼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5%的通路加碼的部分 然後我們先講講這個2%任務加碼 你可以看我畫面上這個2%任務加碼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只要有當月運動 用手錶來做監測 運動有7000卡路里 或者是Apple Watch有畫滿10個圓圈 你就符合這個加碼的資格 那這個2%的部分呢 每個人呢 每個月可以拿100加碼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5000塊左右 可以拿到2% 這樣加起來就3%嘛 除此之外呢 他們在下半年有增加一個指定支付 就是Apple Pay跟Google Pay的部分呢 都有額外的5%加碼 但因為它每個月只能夠拿300上限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6000塊左右 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最好寄的方式呢 就是這張卡片每個月 就是你的帳單結帳週期呢 只要有這個Apple Watch的運動 運動數據滿7000卡路里 那麼這張卡片綁定在Apple Pay或是Google Pay裡面呢 只要刷5000塊以內都是有8% 也就是400封點的回饋 那這個400封點要怎麼去消化呢 很簡單 你只要在App裡面呢 開啟這個所謂的封點1比1折底刷卡金 那麼它就會在次次月的時候呢 在帳單結帳時把你的封點扣除 並且換成刷卡金給你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張現金回歸的卡片來用 但是它回饋的期程就比較晚就是要兩個月這樣子 再來 55688聯名卡 蠻可愛的這個年齡怪的這個卡面 它的5%回饋呢是 2022年的7月1號做的加碼 我覺得蠻好用的就是 我個人很推薦的四大通路 交通包含自助加油高鐵台鐵跟航空呢 都有5%的回饋 那這個5%呢是從2%的T-Point點數無上限 再加上3%的精選交通加碼 這3%的精選交通加碼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拿300點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算1萬塊左右 可以拿到3%還有2% 加起來就是500 所以每個人每個月呢 拿來搭高鐵台鐵甚至航空的部分 1萬塊以內通通都是有95折扣 那也提醒大家 因為他必須要使用永豐存款的 這個台幣帳戶自動扣角卡費 所以如果你有永豐大戶的話呢 這張卡片很適合你使用 如果沒有的話呢 也歡迎你趕快去申辦數位帳戶 然後來搭配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5%的回饋 接下來呢要來分享這個 搭乘55688可以享有最高15%的回饋 到底要怎麼取得呢 好你這張卡片申辦下來之後呢 只要綁定在55688的APP裡面 用55688APP來做轎車 結帳的時候呢 直接使用這張卡片來做扣款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15%的點數回饋 那每一個人每個月呢 可以拿到600點的加碼 所以回推大概就是 搭4000塊左右的計程車 都可以拿到這個85折的折扣 另外一個 只要你當天有搭車的部分 他再給你額外的5%加碼 所以等於是 你只要當天有搭計程車 那麼你就可以拿這張卡片 去做其他的消費 那麼就可以拿到7%的點數回饋 等於是當天的消費有93折的折扣 每個人每個月上限可以拿600點 所以回推大概就是 可以刷個12000左右 可以拿到7%回饋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好的 你只要新戶申請 那麼行動支付日刷3筆不限金額 或者是3筆599 一般刷卡3筆599 他就送你全聯的購物金500元 等於是大概刷3筆1塊錢 行動支付然後就拿500 這回饋率很高 那也別忘了可以申請Messor Card的卡面 只要合卡30天內來綁定行動支付 那麼一般消費滿688 你就可以拿到200元的7%購物金 所以加起來最高就是有700元的回饋 蠻不錯的 有興趣可以就是掃我們旁邊這個畫面 QR Code就可以申請囉 旅遊住宿 這個旅遊住宿的話呢 那有兩張卡片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兩張呢 一個是永豐必備卡 另外一個是永豐大戶卡 這兩張卡片呢 都是我自己目前很喜歡的折扣 如果你用永豐必備卡的話呢 他有6%的回饋 他的精選通路有一些什麼 旅行社 然後呢 有一些這個線上訂房的 Booking.com或是Agoda 這個你就可以搭配來使用 只要有旅遊住宿的消費 每個月刷5000塊錢 可以拿到300刷卡金的回饋 那這個6%就是 1%無上限再加上1%的任務架碼 然後再加上4%的精選通路這樣子 這一次其實 必備卡他有針對 這個董會跟超會 有做兩個不同的這個階級 但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現在他的回饋呢 沒有那麼明顯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沒有跟永豐往來10萬台幣等值的外幣變成超會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有外幣賬戶上面有大於1元新台幣左右的外幣 那麼你就是董會了 那董會呢就可以拿到這個1%的額外的加碼 那我覺得你每個月刷5000塊以內其實就可以拿到6%也不錯 另外一張呢是永豐大戶卡 永豐大戶卡呢 它的7%有3個東西加碼 就是1%國內回饋無上限再加上1%的帳戶自動扣角 每個月可以拿600所以回退就是可以刷6萬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個旅遊通路的加碼有5% 拿來刷飯店民宿旅行社其實都是有 你大概回退一下 一個月刷6000塊左右 可以拿到6742就是420塊的現金回饋到你的帳上 我覺得還不錯 好那這些旅遊通路呢 除了一般飯店是國內之外呢 如果你刷的是海外的飯店或者是agoda booking.com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的是永豐必備卡就是7% 永豐大戶就是8% 但是他要再扣1.5%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扣起來反而是比國內住宿所賺的回饋還要再低一點點 下一張這個海外消費的部分有沒有 好永豐大戶永豐必備跟這個三井聯名卡 先講三井聯名卡 三井聯名卡他因為是跟日本的這個三井集團有做聯名 所以呢你只要去日本玩 然後想要去逛Outlet 那麼你拿這張卡片 你可以拿到最高有26%的折扣 第二個永豐大戶剛好講過了 海外有最高有8% 2%加1%加5% 然後是海外旅遊通路加碼的部分 每個月可以刷6000塊錢 然後拿到680到480 然後扣1.5%的交易手續費 那另外這個永豐必備卡的12%就蠻神奇的 因為必備卡的12%其實剛好是10月1號開始 所做的這個活動加碼 海外回饋2%這邊有寫到 然後呢任務加碼的部分呢 就是只要有放在帳上 就是10萬台幣等值的外幣呢 那麼你可以拿到的就是1%加碼無上限 所以你只要拿這張卡片去海外刷卡都是3%無上限 但如果你是董會的話呢 你的這個加碼額度就是有受限啦 那精選通路的部分呢 好是指什麼呢 這個精選通路的部分就是 比如說你在海外的網購 有做這個交易 或者是海外的旅遊 好這就是符合他的資格 那麼在這個精選通路呢 可以刷5000塊錢 可以拿到額外的4%加碼 那最後有一個10月1號要做的活動登錄呢 就是海外交易額外加碼5% 每個人可以拿500 所以回饋就是刷1萬塊錢可以拿500嘛 好所以呢這個活動需要登錄 也請大家在10月1號的時候 趕快上永豐的官網登錄 限量名額只有5000名 好那只要第一時間做登錄的 一定登得到 那再來呢就是保險 永豐保幣卡最無腦的玩法呢 就是拿來扣角保費 可以享有1.2%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然後再加上滿額分最高12期零利率 好你只要滿3000塊就可以分三期 滿6000塊就是分12期零利率 好我們之前在繳保費的單元裡面呢 也有介紹過這張卡片 那它有一些特定的壽險跟殘險公司 好你這邊就看一下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買這些保險公司的保費 你就可以考慮用這張卡片來做扣角 接下來呢我們要教大家就是 這麼多的永豐卡 你到底要怎麼去申請才能夠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好所以我這邊就做了一個所謂的金手指攻略 然後是2022年版本的 好幫大家更新了一下去年的資訊 好第一步呢 請你選擇你喜歡的卡片當作新戶申辦 那如果你是救護的話呢 只要線上加班就好了 好這就不困難了 那我們畫面的右下角這邊就有QR Code 或者是你在申請的時候寫上推薦碼 NRQI427也一樣可以上車 55688呢它就是 認刷三筆行動支付 不限金額就送你全領500元 那其他的永豐Sport卡跟永豐必備卡 也都是一樣的新戶手刷裡 不同的卡片它有做不同的活動加碼 比如說Sport卡的新戶呢 它可能就是最高有28%的回饋 永豐55688的話它就是送你小七200元嘛 做一個加碼 那永豐必備卡呢 它這次送的比較多 加碼了400元 就是小七200元跟Uber Eats 200 所以加起來就是500加200加200就是900元 成為了救護之後呢 其實你再來依序申請 就是第二步 開立永豐大戶數位帳戶 永豐大戶數位帳戶呢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做過影片介紹 它目前一樣 我個人覺得它是很好用 比如說存款有1.3%高利火除 然後可以存30萬 那刷卡的部分之前有介紹過了 最高有8%的刷卡回饋 現金直接匯到戶頭 投資的部分呢 台股美股都可以投 現在最高呢 就是美股投資 那年化報酬率是10% 我個人就蠻喜歡 我就會盡量使用它的商品來做投資 那如果你要換匯的部分的話 它最高有6分的讓分優惠 或者是換匯優利定存相關的活動 你就可以參考來使用 那要開戶的話呢 就是掃描左邊這個QR Code 就可以上車了 第三步驟 請你要開立大戶頭的證券帳戶 現在開立永豐金證券帳戶有什麼好康呢 第一個就是在你不指定證券一月圓的情況之下 你開戶就是享有每個月100萬元以內呢 就是手續費兩折 超過的部分呢 就是預設的三八折 第二個就是定期定額的部分 封存股台股的定期定額 100元到1萬元以內都是手續費一塊錢 超過1萬塊以上 手續費一折 那封存股美股的部分呢 有9個扣款日期 以前是只有3天吧 那後來就是整個都新增 10月1號開始 單筆買入呢是0.18% 那上限呢 現在開始超過1美金的部分 就是只收1美金啦 所以你大概買超過555美金以上 單筆扣款金額只收1塊錢美金 那麼其實越做越好 那賣出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成交金額的0.18% 低銷呢 一樣是收3美金 再這樣回頭一下 大概是1666美金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最低的0.18 那當然是你累積的越多 那你賣出的部位越大 那你這樣你的手續費才能夠維持在最低 0.18 最後一個步驟呢 才是加辦指定的永豐大戶 現金回饋預期卡 那麼只要做了這4個步驟 永豐的所有產品 你就可以全部守到勤來啦 最後呢 我們簡單做一個總結 就是今天解釋完之後呢 你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畫面 你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呢 很多的卡片呢 有5%的回饋 你可以把握 那6% 7% 8% 12% 15% 其實都有 至少對於我來講的話 拿來做自動加值 或者是打小黃 或者是來做這個旅遊消費 其實都算是蠻好用的卡組 所以這些卡片 我還是會去持續的使用啦 就是提供給你參考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一支影片呢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使用信用卡省錢的奧秘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